秋雨缠缠,硬撑的工作室内更加安静 只有两位古籍修复师欧丽朱成燕的低语引人注意 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将手中破损的宜文古籍县药症精复活 药物的信息还有药理的信息都是从县药精、共药精这些里面去查 所以其实它很有这种医药研究的价值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云南的楚雄遗族文化研究院 这里馆藏三千余册遗文古籍 已入选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古籍是文化的承载、岁月的见证 经千百年的保存、残破不可避免 破损严重的古籍只散自碎无法翻阅 它这个遗文古籍它印含了 军事文化、天文、地理、立法、还有医药文化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这么多的内容 如果我们不来做这个事情 可能以后它就会慢慢的被消亡掉 如果把它保护起来 然后让后人、后世子孙能够更好的利用它 然后让它传承、发展下去 所以每次跟这些古籍对话的时候 我们都是心潮澎湃 先存敬畏和敬仰之情 来对古籍进行每一次的对话 每一次的梳理 记者看到 欧丽和朱成燕小心翼翼将遗文古籍 限要证经取出 做好登记后将书液反面朝上摊在桌面 小喷壶浸润纸张后 用镊子将破损部位舒展开来 再用毛笔沾着浆糊刷在破损的边缘处 用心纸填补压平 每一步都倍加谨慎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 各民族都创造了优秀的文化 留下卷制浩凡的文献古籍 1984年起 中国以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方针 全面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 抢救 搜集 整理 翻译 出版 研究等工作 正是像欧丽 朱成燕这样的古籍修复师 用一双妙手将古籍修复 复活民族文化记忆